男子体内结石莫名消失,结果爬出大量虫子 看完你还敢吃生鱼片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甘西虫 本期节目是一件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请大家谨慎观看 一位姓雷的朋友某天突然觉得肚子一阵疼痛 马上来到武汉的一家医院检查 本以为是作息不规律引起的肠胃炎 但照过CT后,医生突然发现 他的体内有一颗一厘米大的胆囊结石 雷先生知道后,想都没想 就同意了手术七岁结石的方案 手术前的准备非常顺利 可就在最后一次术前检查时 医生意外发现,照出来的CT影片里 这颗结石居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之前影片里的结石非常明显 怎么会突然消失呢? 医生赶紧为雷先生做胆囊结石的清理 结果仍然没有找到那颗大结石 相反却找到了很多泥沙状的小结石 医生反复检查 却始终没有找到CT影片里的大结石 于是他们猜测 当时见到的大结石 应该是雷先生体内的小结石 堆积到一起形成的 如今这些小结石已经被清理出来了 所以那颗巨大的结石也就消失了 与此同时 雷先生的身体也发生了明显的好转 连他自己都觉得 过不了几天 自己就能活蹦乱跳了 可就在这时 医生又发现了蹊跷 在雷先生的引流管里出现了很多褐色的像碎片一样的东西 大小跟米粒一样 用肉眼看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一开始很多人以为这是胆囊中的胆泥 可是后来大家发现 这些东西在翻滚的时候像是一种活的虫子 看到这种情况 医生们迅速警惕起来 为了验证猜想 他们又开始检查引流带 并用盐水冲洗着里面的不明物体 一把盐水放进去 这些活体就开始不停地翻滚 看来他们真的是活的虫子 结石变活虫 从身体里爬出来的虫子 究竟是什么怪物 看到从自己身体里爬出这么多虫子 雷先生再一次病倒了 而且比上一次更严重 医生们对他进行了更全面的检查 就在照胃肠镜的时候 他们发现 雷先生的肚子里 有根排出体外的不明物体 是一种颜色的东西 并且还在不停地蠕动 他附着在胃壁上 看起来黏糊糊的 非常恶心 经过仔细检查 雷先生的体内大概有四五十条 于是医生们赶紧取出这些虫子 这些虫子外表呈黑褐色 体长两厘米 身上的粘液还发着光 看样子跟普通的寄生虫 似乎不太一样 现在雷先生的身体 就像这些虫子的繁殖器一样 那些已经取出来的虫子 也只不过是这种虫子的虫卵 当时做CT拍出来的 一厘米胆囊结石 也只不过是由虫子和虫卵附着在一起 形成的一大片阴影而已 就在手术前 它们突然分开了 所以结石又消失了 虽然结石消失的疑问解开了 但接下来的治疗又陷入了难题 雷先生得知后 更是被吓得不轻 他也不知道自己体内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虫子 医生们仔细研究过后 终于知道了虫子的真身 原来它是一种干吸虫 学名是华之高吸虫 成虫一般寄生在人体的肝胆管里 产生虫卵后 会随着胆汁进入消化道 然后随着粪便排出 被第一中间宿主 淡水螺吞时候 在裸体消化道 孤出毛诱 等到变成成熟的尾诱后 就会从裸体溢出 然后跑到第二中间宿主 淡水鱼类体内 这时它会在肌肉组织里 发育为囊诱 只要人们生吃含有囊诱的鱼 就会感染 囊诱在十二指肠内脱囊 最后回到肝胆管里 一般在感染后的一个月左右 它们才发育为成虫 而且成虫在人体的寿命 可达到二十到三十年 在身体里能活二三十年的寄生虫 在此期间还会不停地产卵 这种下场全是拜吃生鱼所赐 雷先生听完医生的介绍 才想起来 在住院的一个星期前 刚跟朋友去吃了生鱼片 当时还吃了不少 结果之后就出现了肚子疼 浑身冒汗的症状 想到这里 雷先生非常后悔 因为贪嘴导致自己住了院 不仅伤了身体 还浪费了金钱 看到这里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 还想不想吃生鱼片了 其实很多淡水鱼的身体里 都有寄生虫 就连来自深海的三文鱼 身上也都长有寄生虫 雷先生这种情况还算比较好的 服用打虫药 每天排出的大虫子越来越少 虽然饱受折磨 但身体在慢慢地好转 如果肝吸虫发展到后期 就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虫子一直集中在肝脏里 会引起肝硬化 腹水等情况 严重的话也会导致死亡 所以在这里真心地奉劝大家一句 不要乱吃生的东西 如果大家还不信 那就来看看这个教授做的实验 他先是切下一片 鱼身上表面的一层肉 然后放到了显微镜下观察 结果一看 这上面果然有东西正在蠕动 这时有人就说 那白酒呛过后 这些虫卵就会消失 但实际上 这些调料对杀死虫卵起不到任何作用 长时间使用 就相当于邀请虫子到体内安家落户一样 俗话说 祸从口出并从口入 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一旦吃的东西有问题了 那生病也就成了必然的事情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安全 平时做饭一定要把东西煮熟 这样才能把细菌消灭干净 避免被寄生虫缠上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